好,在这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前后储存格联动的二级下拉式清单 什么意思啊 以这个范例为主,首先第一个,我假如我左边这几个格子 我要选的是银行,哪个银行 那这时候我们很简单,选择资料里面的 怎么样,资料验证 然后这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清单,清单是哪里的,这个来源就这里 D1到F1,有没有 OK,确定 那这时候你会发生到一件事,你这边就可以干嘛,选择了哪个银行 台湾银行 还是账华银行 还是 第一银行,有没有,你可以直接选择 选择上来 然后再来分行的部分要怎么做 分行部分一样,我们把它 框起来嘛,不需要啊,现在目前还不需要框 我们目前需要做是这个 D1到 F6,这个储存格把它框起来以后 选择公式里面的 从选取范围 建立这个地方,我们选择是顶端列 最主要打扣去掉 只要顶端列,就是说顶端列代表它的名称 OK,确定 确定完以后呢,我们在这些分行的部分 我们把它框起来,你要做的这些 储存格的地方框起来 然后一样选择资料里面的 资料验证 我们要验证什么呢,我们要说它是一个清单 但是这个清单值呢 是等于 INDIRECT有没有 我们注意到,等于什么它左边这一个银行嘛 然后注意到不能够锁定 第一时是固定住的 不能锁定 然后这样来讲干嘛 就是说我 要抓的是这个 台湾银行的各个分行的什么名系来选择 所以我要对它 对它左边 那为什么不锁定呢 因为 你会忘下还有什么 张银 第一银行 就每个储存格 有没有,都有对应的它的银行 然后按确定 按完后来,我们要按到这地方 假如我这边台湾银行 我点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没有 大安 姓安 世贸 宗孝 松山,有没有 我可以自己选 那我换一下,我今天这边银行呢 假设我换成彰化银行 它又变什么 松江,民生,秦光,能和,内湖,有没有,你可以自己选 这个都是可以变化的,假如我今天把它变成什么 第一银行 这时候注意到,你这内湖银行就要改成什么,你要选什么 仁爱,巴德,言及,信为,复兴的 有没有 它是可以让你自由的选择的 自由的选择的 所以看我们需要是哪个 银行 旁边就哪个 分行就可以自己挑了 非常好用 谢谢大家